年度盛世 2023高雄國際食品展 在高雄展覽館開展 市長陳其邁表示 市府持續透過不同的通路 來促銷高雄的農特產品 也希望藉由食品展的機會 讓更多人認識 和品嘗高雄的美味農魚產品 今天食品展就是來介紹 高雄最好的農特產品 那總計我們大概去年一整年 我們的產值大概高達630億左右的農魚產品 所以我們可以說是包山包海 各式各樣的特色的 漁農產品都非常的多 像我們的鱸魚四目魚 跟這個養殖的石斑 大概都占全國的第二名 那我們的這個遠洋漁業 更是占了全台灣產值的 大概九成以上 所以我們也希望說 藉由各式的食品展 像東京食品展 我們今年年初到東京食品展 也賣了大概有三億 一年的這一些銷售額 所以利用各種不同的食品展 來促銷高雄最好的農魚產品 陳其邁強調高雄在這次的國際食品展中 具有主場優勢 要讓大家見證高雄好吃的農特產品 這次更是國際交流的絕佳機會 透過各國展示各自出色的農產品 台灣也正在努力成為一個自由貿易的國家 那另外我們也在擴展一些異業的結合 像跟我們的通路商 那還有那個食品的這個連鎖店 像摩斯漢堡等等在我們石斑魚 那這個產量過剩的時候 也幫我們能夠把最好的石斑魚 能夠這個作為各式的這個不同的這個素食產品 那也多生活消費者的一個好評 所以我們也會再加強跟我們的大型的通路商 那跟我們的素食業連鎖的食品業者來共同合作 高雄國際食品展展出人瓜 國內外獎項肯定的高雄農產精品 在海洋局高雄海衛專區邀集高雄市 22家優質在地水產業者 品項包含冷凍水產品 調理水產食品和休閒食品等各式商品 記者李正道高雄報導